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短短的四天时间里 习近平先后游览了武夷山国家公园 福州福山郊野公园 以及福州市的三访七街历史文化街区 习近平这次来福建 以多半的时间用在了游览观光之上 明显是为了缓解他的精神压力 可以想见习近平的内心很不平安 这次既然是为了放松身心 来到福建 所有到达的地方 事先一定做过仔细的选择 至于选择的原则 不仅要地方风光秀丽 而且地名还要寓意吉祥平安 这一段时间 习近平的心理状况 明显的处在非常特殊的时期 甚至有些神经过敏 这当然是由于这两年来 习近平遭遇了多次重大的挫败 让习近平有些茫然不知所措 所以他格外的疑神疑鬼 大家都知道 习近平在武汉解封之后 第一次视察的地方是浙江省 宁波市和安吉县 宁波的名字来自海定则波宁 宁的意思就是平安安定 宁波就是风平浪静的意思 而安吉的意思就更直白 平安吉祥 此后习近平寻幸陕西 到达的第一个地方 便是安康市平利县 再后来习近平外出视察 则选择了吉林四平 从浙江的宁波安吉 到陕西的安康平利 再到吉林四平 这些地名都有平安吉祥之意 这绝对不是巧合 而是精心选择的结果 从这些情况 我们可以看出习近平的内心 是多么的焦虑和慌恐 习近平这次来到福州 性质很高 在福州福山郊野公园 习近平和休闲健身的福州市民亲切交流 新华社报道 习近平深情地说 我在福州工作了六七年 三十七岁到这里 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在这里度过 有很多的体会 习近平还提到 福州有福之州 七六八六不离福州 福州这个地名 大概也非常的吸引习近平 所谓有福之州 或许正是习近平 选择到此地视察的一个重要因素 事实上 习近平能有今天 确实和他在福州的经历 有莫大的关系 福州是福建省的省会 习近平先后担任过福州市委书记 后来又担任了福建省的省委副书记 福建省省长 就在这个地方 习近平和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 政治局委员王兆国 政治局委员书记书书记兼中组部部长 贺国强等福建帮成员密切交往 并在他成为中共处军的关键时刻 得到了这些人的权力支持 福建省真可以称得上是习近平的浅龙之地 当年习近平从北京来到河北省政定 很快变成了当地的县委书记 那个时候他还不到30岁 这让当地的干部很是愤愤不平 然而习近平却并不满足 还想再进一步 结果遭到了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的批评 随后习近平一仗赋因 从河北跨省来到了福建 成为厦门的副市长 开始了他的升迁之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习近平正是在厦门任上 和彭丽媛相识并结婚的 厦门这个地方 对习近平和彭丽媛 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顺便说一句 那个时候彭丽媛的知名度 要远远超过习近平 而今年习近平来到福建视察 彭丽媛和他一同到来 公开游览了武夷山九曲西的风景区 就在那个地方 习近平曾经和偶然相遇的游客闲话 当得知一些游客 还要前往厦门时 习近平高兴的说 这边是山 那边是海 多看一看 习近平的这番话 让外界猜测 他或许会到厦门去视察 此后习近平到了福州 然而却并没有到厦门故地去重游 从福州到厦门 如果乘车的话 只要三个小时 如果乘飞机 只需几十分钟 显然 习近平这次并不想到厦门 甚至是有意地避开了厦门 习近平这次来到福建 正是台海局势 颇为严峻的时刻 不仅美国方面 近来一再地表示 对台湾的支持 就连向来回避台湾议题的日本 也公开地表示 准备介入台海战争 习近平刚到福建 外界便猜测 习近平这个时候来到 和台湾溢水之歌的福建 可能会就台湾议题 发表讲话 并且有可能视察当地的驻军 向美国 向日本 以及台湾方面 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 而且 根据以往的惯例 习近平到外地视察 一般都会视察当地的驻军 以显示 他对军队的控制权 尤其是此时此刻 他来到台湾对面的福建 更是应该如此 根据网上的公开信息 中共陆军 目前只有13个集团军 其中第73集团军 就驻扎在福建 它的军部 设在厦门 那里 距离台湾治下的金门岛 只有几公里 在两岸敌对的时期 曾经炮火连绵 如果爆发台海战争 那第73集团军 肯定是一线的部队 在当前这个情况下 习近平如果是亲自来到73集团军的军部进行视察 那当然会极大的鼓舞这支部队的士气 然而习近平却没有来到厦门 此事引起了外界的极大的关注 如果福州是有福之州 福州的福子让习近平联想到了福气 那么厦门的下子很有可能让习近平联想到了上下的下 以习近平多次外出视察的情况 以及习近平的知识结构来看 习近平很有可能会有这样的联想 假如真是这样 那习近平当然不会前往厦门 即使是他手下最重要的一支部队驻扎在厦门 毕竟距离中共的二十大只有一年多了 顺利召开二十大 打破两个任期的限制 开启他的第三个任期 乃至终身担任中共的党魁 这是习近平的头等大事 这第三个任期的开始 其实就是习近平皇帝梦的开始 这个时候习近平最想的就是上 要当皇上 习近平最怕的就是下 被迫下台 有道是七上八下 已经是68岁的习近平 最怕的就是下 为了确保他能够当皇帝 他宁可不去视察 最应该视察的部队 也不会冒险的取那个厦门 我们知道 现实生活当中 越是那些从事风险比较大的行业的人们 禁忌就越多 比如经常出海打鱼的渔民 就比种地的农民有更多的禁忌 在船上不可以随便说话 吃鱼都不可以翻过来吃另一面 而要是先将鱼鸡骨夹掉再吃 面对变怀莫测的天气 面对狂风巨浪 人实在是太过渺小 太过无力了 生死可能只在一瞬之间 面对太多的不可知的因素 面对太多的不可预料的风险 人们唯恐不慎触犯了神明 而遭到惩罚 至于赌场上的那些赌徒赌棍 也有很多的忌讳 赌徒打多不买书 因为书本的书和书赢的书同音 所以他们避讳 赌徒还忌讳光和静这两个字 据说赌徒忌讳在赌前剃头洗脚 这可能会让你输光输静 此外 土匪强盗也有很多的忌讳 尽管他们无恶不作 但是他们也很有可能随时的丢掉性命 伸手益处 而中共集团 他们号称是唯物主义者 其实他们和土匪强盗一样 也有着很多的禁忌 中共的宣传机构 美美的称赞他们的领袖 以大无畏的精神 进行他们的革命事业 这所谓的大无畏 其实就是不惜牺牲国家和民族的狂妄 就是随时准备草菅人命的冷血和野蛮 大无畏丝毫不意味着 他们自己真的无所畏惧 无所顾忌 恰恰相反 他们其实都非常的恐惧 更是有着很多的忌讳 中共的领袖毛泽东 那个习近平最崇拜的人物 入诸北京之后 从来没有真正的进过故宫 令人奇怪的是 他曾经在1954年的4月 连续三次登上了故宫的城墙 实际上沿着故宫的城墙走了一个圈 可见他对故宫非常的好奇 当时正是毛泽东准备出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前夕 毛泽东先后看过资质通建十多遍 对宫廷政治异常的感兴趣 他就住在中南海 没有理由不到一强之隔的故宫去参观 然而毛泽东一生都没有一次真正的去过故宫 毛泽东其实是把自己当作了中国的皇帝 或许正是如此 让他对覆灭王朝的宫殿格外的忌讳 尤其是故宫那个故子 会让毛泽东避之不及 习近平上台之后 由于他的狂妄和无能不断的碰壁 乃至遭遇重大的挫折 导致中国的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 中美贸易战 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 更是给中国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 而突然爆发的武汉肺炎疫情 几乎让中国陷入了绝境 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 显然让习近平感到了恐惧和不知所措 习近平经常把什么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挂在嘴边 其实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自信 不仅如此 他对他的领导能力 更是越来越没有了自信 然而出于对权力的贪婪 出于对丧失权力的恐惧 让他剥光了衣服 也要做皇帝 习近平已经走上了不归路 面对不可知的未来 习近平明显的多了很多的顾忌和担心 这其中习近平最大的担心 就是因为某些事情可能会让他的统治彻底崩溃 这并不是习近平过滤了 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 习近平现在的心里比赌徒还紧张 比土匪更过敏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就说到这里 小明之心 谢谢各位 再见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